那么苍起在你命盘中的三方 你要能够掌握住那个时机点 那就是你花财 花家 花功名的最佳时机 你家里的小孩 他的苍起里面有话记的 记住一个替代方案非常重要 所有的父母看到这一集 你就应该知道总要对你的小孩开始教育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课精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颗星 一个是文昌 一个是文起 这两颗星都是科考之星 对年纪大的很重要 对中年更重要 对年轻人那就无限的重要 所以一定要先检查这两颗星 看似不重要 其实它将影响着你的一生 为什么呢 因为人一出生 到老死你都会面临一件事情 你要跟你的侄女 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父母 跟你的亲朋好友交流 交往 一交往就会产生情绪 产生生气 产生烦恼 但是如果你一不交往 你就会面对的是 孤独 寂寞 孤独 寂寞 生气 烦恼 钱财功名 就决定了你这一生 从出生 学习期 成长期 一直到老年期 壮年期 都会受到文昌 文起这两颗星的影响 文起代表口才 你要如何跟别人交流 带有文艺的气势 而又不惹人讨厌 文昌那更是怎样 你必须应用口才 来跟别人交流你的程度 你的程度不是决定在你自己 而是决定在对方的感受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 这两颗星跟各位分享的 主着在这里 那你如果被话剂所伤 你就必须要有替代方案 如果你没有替代方案 那你这一生将来 你只能够面对的是 孤独 寂寞 空隙 终老一生 你在学习期的时候 障碍重重 你在壮年期的时候 名义扫地 钱财不保 这两颗星 你就可以知道 那这两颗星 最重要的两个年甘出生的人 一个年甘就是心甘出生的人 心甘会造成文昌化祭 如果在你的命盘之中 你的祭门跟文昌同工 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 祭门跟文昌同工 如果你的宫甘是心甘 走到宫甘是心甘的位置 或者你的出生年就是心甘的 那么你以生寄来 就面临一件事情 叫做双祭同工 祭门跟文昌同工 新年生的人 宫甘是心甘的 大限流年走道 必然启动你那个宫位造成双祭 第二个就是文启 文启是己甘出生的人 己甘一出生的时候 就是五启化祿 文启化祭 检查你的命盘 如果你的命盘是 五启跟文启同工位的话 那你几年生的 你就会启动双祭 在你那个工位 而你那个工位所掌管的是什么事项 他将影响着你的一生 或者你的大限走道的时候 他将影响你那十年 你那一年 甚至于如果你所从事的钱财 是短限的 是非常短就要兑现的 你的斗金也会影响到 从本命大限流年到斗金 都会牵扯到文启跟文昌 这两颗星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你能够掌握这两颗星 你在功名跟成就 钱财望面 你就可以掌握 如果你中年了 你碰到这两颗星 如何应用替代方案 你就可以在你的人生礼图 跟你的社交圈里面 如鱼得水 或者你将落寞孤独 老年以后更不用说了 来我们接着最重要的 跟各位讲 我们按照 他每一颗星所在的情境 跟各位分析 也会挤实际的案例 当你要选择行业的时候 记住 文昌这一颗星 相当于文艺界的 比如说网络的写作等等 当作家 文昌你可以从事文创 可以卖文艺产品 比如说书籍 比如说文剂 礼品等等的 这些带有文艺气质的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文昌如果在你的命宫 在你的交友宫 在你的极恶宫 或者是在你的夫妻宫的情境会怎么样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一颗文昌 是化科还是化技 接着我们来看文起 文起是什么 口才非常的厉害的 因此呢 文起它所代表的 是你必须要靠口才去交涉 你无论是赚钱 无论是功名 无论跟乙人交际之间 你一定要能够把每件事情 讲得怎么样 妥妥事道 你的人生才会有社会地位 你的钱财 才可以靠口才来赚 为什么对文起这一颗星 了解这么透彻 因为我命宫就是做文起 所以我非常的注重这颗文起 好 那么文昌跟文起 已经提到了 你的文才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是靠文艺起才 就是你的尽才的管道 必须带有文艺的气势 你家里的小孩 他的昌体里面有化技的 记住一个替代方案非常重要 所有的父母看到这一集 你就应该知道 怎么对你的小孩开始教育 从他懂事开始 你就要让他背古诗 背唐诗 尤其是儿童唐诗 就要开始背 因为你从小就要让他 埋下文学的底子 懂不懂不是个重点 接着我们等一下用实际的案例 跟大线流年来跟各位做分析 昌体有几种组合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组合 就是昌体同工影响力比较不大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心肝 既阳起苍 文起会化科 纵然是文昌化技 也会科解技 虽然他的胸向依然存在 但是他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因为他是科解技 所以同工 在昌体里面的影响 层次较低 接着第二种情境 第二种情境注意 第二种情境在三方 三方的影响力 非常的大 那么昌体在你命盘中的三方 你要能够掌握住那个时机点 那就是你花财 花家 花功名的最佳时机 再来就是夹 昌体所夹的功位就非常重要 那么你昌体如果是夹命 那不得了啊 那遗传于父 遗传于母 所有的优良基因 统统被你什么样 掌握了 那你一定发 等会我举实际案例哦 这实际案例都是活生生的实际案例 从二十几岁到六七十岁都有 所以你要掌握你命盘中最大的切记 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他的文昌在交友工 各位注意哦 交友工多重要啊 对做生意的人来讲他是客户 对上班族来讲他是长官 对开店的来讲他是你的上游 所以是文昌在交友就很重要 而且所做的工作一定跟口才有关 客户看到你 非常的欣赏 你的粉丝就一堆 这个不得了啊 来看 他的文昌在哪里 文昌就在子女工啊 子女工是什么 子女工就是粉丝啊 所以他一拍卖一上网路上拍卖 所有人都抓狂啊 一个月入上意 不得了啊 不得了 这一个人 这个女性 才走夫妻工 那时候哎哟 那这个简单啊 谁没有文起啊 谁也有文昌啊 命盘你打出来 文昌在交友的也很多啊 文起在交友的也很多啊 所有跟你讲研究命理 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 你注意哦 他的父母工 他的子女工 他的交友工 交友 父母 子女 成为三方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哦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研究子微斗树 同步断结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必须配合你的现实环境 如果你能够掌握你的现实环境 再加上你的长期 你必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